他很奇怪是說 他在旅館的一個防疫的期間 在第12天出現症狀 那麼這跟我們過往所認知的說 他可能這個潛伏期是3到11天 好像有點久 我第一個要講的是說 這個叫做有點久 不是說不可能 因為過去我們在很多國際新聞看到說 其他國家還有20幾天的 甚至更長時間結果後來發病 這是為什麼要說居家檢疫14天的理由 對 沒有錯 所以當初我們設定居家檢疫14天 是說在防疫跟經濟的一個合理考量之下 所做的一個科學上有根據的權衡之計 那麼現在大家有統計就是說 大部分這個潛伏期都沒有那麼長 可能到3到11天 只有2%或2.5%是落在 這個11天12天之後的狀況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就推論說 那完蛋了 這個一定是到了我國境之後才感染的 我們可以這樣推論嗎 我跟大家來講 我們討論那個事情一定要用科學 科學的基礎 不能用意識形態 這是前幾天有一位政治人物他提醒的 那我們就用科學的事實來看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說 這個2%它基本上還是存在 那過往有很多的事實告訴我們說 確定很多的個案是有可能在12天之後發病 這是第一件事 那麼第二件事情是在講說 雖然我們講說 它看起來測出來的這個RT 這個PCR的一個檢測 CT number 大概第一是15 第二是17 都還算滿低的 滿低的代表是說 病毒量很多 甚至有傳染性 那這樣就能說它是本土的個案嗎 那還有人講說 這個一人一世啊 那全部都在那個這個裡面怎麼可能會有接觸到 有人就講說不對啊 那幾天看說那什麼菲律賓的印尼的移溝 他們會出來泡麵啊聊天啊 好我跟各位講 其實大家要重視一個最重要的觀點是什麼 時間也許是重要因素 跟別人互動或不遵守居家檢疫 跑出來這個泡麵或聊天也許是個因素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講的是本土個案 前提是什麼 前提要有病毒存在才會感染到它 對不對 那我們說我們240天都沒有本土個案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回過來看說 哪裡會有病毒 我們從這個事情往下去追查 這個是從浙江回來的台商 它的這個過程中歷經了哪些地方 第一個浙江 我們知道浙江現在都還有疫情 浙江前陣子打了100萬劑的這個疫苗 我們到現在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效 可是他就去打疫苗嘛 對不對 因為他在流行嘛 第二個 他經過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叫做上海的浦東機場 他在11月22號回國 所以中間轉機是經過上海浦東 也就是說11月22號 他經過了浦東機場 那麼各位記憶猶新的是 11月21浦東就有確診 11月22普通的16000到17000人的一個大篩檢 當時檢出總共有7個人確診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在討論疫情 病毒從哪裡來的時候 最重要的重中之重是 哪裡有病毒 那你當然講說很多地方都可能有病毒 可是我們去找最有可能的地方 最多的地方 那麼確實在機場是一個危險的狀況 他也經過那個轉機的過程 那麼現在都講說好 那這樣到底我們怎麼去確認這件事情 其實我蠻好奇的是說 他們那個萬人篩檢的過程 你不是看到有穿這個防護衣的 可能是醫護人員 可是他全面完全沒有任何的管控的那種作為 我不知道他說這種萬人檢測 他是不是風險暴露是蠻高的 萬人檢測其實要去思考一件事就是說 好這16000人17000人排隊在那邊 然後我們把它檢查完了 當中又有人嚇到說昏倒的 又差檢發生這個人才能的事件 那我要問的是說 好現在11月21日的時候檢測完了 那請問現在有多少染病 也就是說一個時間點下去所有7個人 請問現在是不是更多人 我們有沒有後續的資料 那我覺得這資料也很重要 如果我們去追蹤說 當初只找到7個人對不對 那這些人聚集在那邊 也許當中有一兩個人沒有發現 然後又染到其他人有更多人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去思考 就會去注意一件事就是說 他的路徑當中有一些地方 是病毒盛行的社區病毒是多的 有些地方是240天沒看到的 聰明的你應該去思考說 到底可能性會在哪裡 那當然我們要做最後的確認是 我們的指揮中心說 很負責的說 那我們就來驗驗看 那最近是這個流行病毒的基因 到底是不是屬於普通那個地方的 那我們也拿得到 普通那個地方的病毒的基因的資料 其實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就回到一個部分是說 我們到底全世界有沒有辦法 能夠同心協力來處理這個疫情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其實台灣在過去的兩三百天 因為防疫得很好 事實上我們本土根本沒有流行的病毒 所以我們能去比對就比對說 它到底跟上海普通那個有沒有同一支 至於說本土沒有可以比對它 因為本土沒有在流行 沒有本土病毒 甚至這名台商有很高的機率是 它就是在機場在檢測的過程當中 這個確診 因為人如此之密集的狀況之下 如果其中混有一些已經確診人的話 那個風險其實是更高的 所以回來看是說 在第三就懷疑到說 它有所謂的陰性的證明核酸檢驗 這分成兩個 第一個這是假的 也就是說中國核酸檢驗 因為過去發現說像 像幫他美齡社 CNN很多的一些報道 都證實了說是中國在核酸檢驗上面 有嚴重的官商勾結問題 所以這個試劑很可能是會有誤差 以至於是說它明明的話 已經有一些症狀 可是測出來是陰性 我比較在意的是說 你在篩檢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做好防疫的秩序維持 因為只要有 因為他們是發現了一個 然後緊急的大快篩 所以只要有一個病例發生 你沒有維持好那個秩序的動線 它很有可能就成為散播的溫床 說那個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就本來它好好的 可是因為你說要快篩 然後沒有維持秩序 使得人馬砸踏的狀態底下 這個飛沫等等的這些病毒 就透過這樣子的途徑傳染給大家 因為本來如果是按照一個既定的 有秩序的排隊 然後這個距離也都間隔好 然後一個一個篩檢的話 我覺得那個狀況還可以在可控範圍之內 搞不好這16000多人大篩檢之後 本來只有7例之後 整個大爆發開來對不對 很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指揮中心其實也還滿 嚴肅看待這個個案 有沒有可能是在本土感染的 也因此它仍然也加驗一些其他必要的這些 包括病毒培養等等 病毒培養這些的 所以如果是本土的病例的話 當然大家難免會緊張 可是就目前的狀況來看 如果台灣本土有很多的感染病例的話 那應該醫院也滿多病患的 但是卻沒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啦 那所以我覺得仍然是在他前端 染病的可能性 我個人判斷我覺得那個可能性會比較高一點 好 而是 你去過這個 找到這裡 有幫保測